15分29秒,优秀,11月16日,郑州连勤保障中心某新兵教导队组织体能考核,新兵照远的3000米跑成绩从不及格跨入优秀,成为进步最快的一名新兵。 以前跑步总是不舒服,班长帮着纠正一些动作,但成绩还是上不去,按照训练商防治专家的指导,我进行了下肢力量训练,改变了跑步姿势。 现在跑起来轻松很多,照远激动地道出了秘密。 原来,新兵工作展开后,郑州连勤保障中心卫勤处组织第989医院保疾病与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军事训练商防治专家,分组深入各新兵机构,为新兵和新兵骨干提供技术讲解和卫勤服务。 新兵朱正阳训练,时经常怀关节疼痛,虽然不同不种,但长时间体能训练很难坚持,专家建议他减少长跑耐力训练,增加下肢肌肉力量及拉伸锻炼。 一段时间后,他的病痛明显缓解,体能水平进步很快。 在最近一次考核中,他的三千米跑、单杠、双杠三个项目的训练成绩均大幅提升,针对新大纲训练科目增多和新兵体质偏弱的实际。 专家提倡在日常训练中,融合功能性训练模式,提高动作能力,身体稳定性及功能性力量,很多战事上之力量差,稳定性不好,如果直接进行手榴弹投掷,引体向上等训练,不仅容易受伤,还难以提升层级。 只有科学组训,才能稳步提升,专家重点提醒前来听课的新训骨干,专家组通过训练商零期诊断技术,功能动作评估技术,以及训练商风险筛查技术,帮助各新训机构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和纠正训练方案,并采取现场观摩演示和个体训练,指导相结合等方式,组织官兵学习体能训练技巧。 该中心卫行处处长王玉平告诉记者,组织专家阻导新训机构授课,不仅提升了新训效果,更为今后开展全面介入指导,全程监控处置机内的宝贵经验,有利于实现提高体能训练成绩,和降低训练商发声率的双赢效果。 高宾李星陵、王军波